从一个侧面而言 马克龙口中所说的北约脑死亡 事实上凸显了北约目前存在的一种尴尬 我觉得从这个视角而言 马克龙所言并不假 我们都知道北约组织是相对于冷战时期的华约组织而言的 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对抗 构成了整个冷战时期的这种军事力量的抗衡 而伴随着前苏联的土崩瓦解之后 华约组织消失了 所以北约当时的存在 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一定的意义 然而在那之后 无论是美国还是北约的国家 都立足北约继续的存在 从目前的情况来讲 失去了华约组织这样一个巨大的对手 北约存在的意义实际上打了折扣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个方面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北约虽然继续的存在 但是在诸多的问题上都有很多的困境 比如说美国一直认为 北约各个成员国不愿意缴纳更多的北约的经费 我们都知道北约的存在实际上是维护欧洲地区的安全 美国认为既然维护欧洲的安全 让美国人去买单 美国有点不愿意 尤其是特朗普几次三番的在这个问题上跟北约的领导人发生矛盾 的确这一点也让北约面临着尴尬 第三个马克龙口中所说的脑死亡 事实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在北约的问题上 在协调步调一致行动的问题上 最近存在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美国从叙利亚撤军 比如说美国允许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北部 打击库尔德人等等 都没有事先跟法国 德国 英国进行充分的沟通 所以这让作为北约非常重要的成员国的法国感觉很受伤 认为北约既然失去了这种共同协调步调一致的机制 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这两点凸显了在北约的问题上 事实上各个国家依然存在着重重的矛盾